我合约的准具法是中国的法律 还要在中国的法院里面打官司 法官对照 搞不好连我的律师都是中国人 那这个 到底要怎么逗啊 大家好,我是认真律师 今天呢,认真律师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 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疑惑很久 但是好像每隔一阵子都会看到 类似的新闻的问题 那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这几则新闻 中国又新岁 阳目深夜解约Versage 铺满国家主权遭侵犯 Coach道歉 称台湾是国家 卷入T恤之乱 留文代言17天火速解约 T恤之乱 既防吸中枪 易阳迁徙 迅速解约美妆代言 并删微博发文 好,那这些呢 都是艺人单方面跟品牌解约的哦 另外呢,也有被解约的哦 像是安赞泡菜市韩国的爱红入华 韩吃播主道歉 人被解约 那也有我们台湾的YouTuber哦 台湾总统遭中方不满 巨山影片遭解约 网红波特王说 损失不小 但真的跪不下去 好,那当然啦 有前阵子哦 包括像是台湾艺人彭艳啊 张钧琳 许光汉 欧阳娜娜等人哦 因为所代言的品牌 抵制使用新疆所产的棉花 那在中国引起抵制的风潮哦 所以这些艺人呢 也光速发表宣言 跟这些品牌切割哦 单方面宣布解约 但是呢 在社会上走跳过一阵子的人哦 或是对契约有点概念的人 都会知道 诶,一旦签约了 那就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的啊 那双方呢 都必须按照契约的内容来进行哦 并不是你想解约就可以随时解约的哦 否则呢 第一可能会被对方要求要继续履行合约 或者是第二 会被要求要给付相当的违约金哦 所以呢 看到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些新闻的时候 应该有很多人都会有个疑惑 诶,那这样说解约就解约 在法律上真的没问题吗 那如果说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哦 那为什么这些人敢这么高调 一言不合就切割呢 好,那要进入正题之前哦 要来先做个名词解释哦 大家口语上习惯说解约解约哦 不过在法律上哦 所谓的解约是可以分成两种的哦 那一种呢是真的解除契约哦 也就是契约解除之后呢 这个契约从头到尾都不存在哦 要把一切恢复到还没有订约之前的状态 譬如说买卖契约解除啊 那买方就要把物品还给卖方哦 那卖方要把钱还给买方这样哦 那这另外一种情况哦 也就是说这个契约是继续性契约的时候呢 那这个契约的旅行期间哦 它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哦 譬如说雇佣契约啊租赁契约 那因为契约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哦 所以双方不可能再回到没有订约之前的状态哦 所以这个时候呢双方要停止合作 法律上则是称为终止合约 好说到这边呢大家应该就知道哦 我们刚所提到的新闻中 艺人跟厂商的合作模式哦 应该都是继续性契约哦 所以呢虽然我们口头上是说解约解约哦 但是在法律上应该是要说终止合约才是正确的用语哦 好说到艺人哦 大家也知道艺人整天生活在美光灯之下嘛 那是媒体啊民众们目光追逐的焦点哦 所以呢一举一动哦 难免会被放大镜检视 那厂商们当然也知道说 哎现在这个艺人的形象很好 可以帮产品加分哦 但是搞不好哎 明天艺人发生了酒驾被抓 或者是婚外请哦之类的哦 形象可能马上就一落千丈哦 搞不好呢 代言的产品还会被民众抵制哦 所以呢厂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哦 通常呢都会在合约中附加一个条款哦 要求艺人在代言产品的期间呢 必须要保持自身的形象良好哦 那不得有任何违法或者是影响观感的言行举止 不然的话呢 厂商不仅可以立刻无条件跟艺人中止合作关系 有的合约呢甚至还会要求艺人要给付相当的违约金哦 那这种条款哦 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哦 不只是在代言合约中可以看得到哦 在一些经济合约或者是演出的合约中呢 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条款哦 那但是艺人这边也会觉得啊 哎你要求我要保持形象哦 但是反过来说我也会担心你厂商的形象不好啊 如果说发生了什么侵权或者是表冒的争议的时候 哎那我艺人的形象可能也会被你连累啊 所以呢后来在一些代言合约中哦 艺人也要求说哎这种保持形象的条款哦 应该要双方面都适用 也就是说哦 只要有任何一方的言行举止哦 有违法或者是影响社会观感形象的时候呢 他方都可以无条件的终止合约 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新闻中哦 我想呢在他们的合约中哦 也许都有类似的约定哦 也就是说如果厂商的言行举止有影响到合作艺人的形象的时候 那艺人这部分也可以无条件的终止合约哦 所以这些艺人呢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哦 说不合作就不合作了哦 不过呢可能也有另外的情况哦 例如中国的模特刘文哦 在当时哦当方面宣布终止跟coach的合作之后呢 据传哦 coach原本是有意要向刘文求偿的哦 所以呢也许他们契约中 就没有这样子的约定 不过呢后来哦 coach的求偿动作好像也不了了之 那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哦 在一份比较正式的契约中通常哦在契约最后哦都会有准据法跟管辖的约定条文 例如哦我们到行政院网站上有个定型化契约范本的专页 那我们就随便选个契约来看哦 像是这个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范本的第二十条就有约定说本契约之解释适用以中华民国法律为准据法 那这个就是有关于契约准据法的约定哦 那再另外呢这条的第二项也约定哦 因本契约所生之一切争执双方同意以某某地方法院为第一省管辖法院 那这部分呢就是有关于管辖的约定哦 好那所谓准据法的意思哦就是每个国家的法律都会有差异嘛 所以即使双方在契约中哦都已经有明文约定说这个契约到底要怎么履行的哦 但是呢同样的文字哦在不同的国家法律中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解释 或者是哦契约中的约定可能在这个国家是可以合法有效的 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国家可能就变成违法哦 或者是违反供需良俗而变成无效之类的哦 所以呢为了要确保这份契约哦 不会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不同的效力哦 所以双方哦就会约定说 哎我们这份契约就依照哪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去进行 那这个呢就是准据法的意思 那管辖又是什么意思呢 管辖的意思哦 则是如果哦这份契约的旅行过程中发生了问题了哦 那双方应该要去哪个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的意思哦 尤其呢像是这类跨国合约哦 比如说台湾人跟日本人订立合约 那发生争执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到底要去哪个国家进行诉讼 哎就很重要咯 像我是台湾人嘛 我当然会希望说是在台湾打官司啊 而不用花大钱大费周章跑到日本哦 那还要去当地找律师可能还要找翻译哦 那还要去适应他们国家的诉讼程序哦 而且呢有一句话说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哦 所以呢在自己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哦 别的不说官室这个心理压力可能就会逼得你受不了了哦 所以呢这两条约定 照看之下好像没什么哦 但是呢在跨国合约中哦 这两条绝对是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的哦 而且呢也会是双方角力的重点 而通常哦准居法跟管辖法院的选定哦 也会以跟契约连结关系最深的地方 来当成准居法或者是管辖的国家哦 或者哦是以大家公认呢 比较公正客观的第三例来进行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哦 那些艺人解约的新闻中哦 大部分的代言合约应该都是区域性的代言哦 那这些艺人可能就是只有在中国的区域范围内帮厂商代言哦 所以推测哦 可能会以中国的法律为准居法 并且呢以中国的法院为管辖法院的几率是很大的哦 那也许厂商他在订阅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哦 或者是哎发生事情了哦 就突然发现说虽然依合约啦 我厂商是可以向艺人求偿的啦 但是呢我合约的准居法是中国的法律哦 还要在中国的法院里面打官司 法官对照搞不好连我的律师都是中国人哦 那这个嗯 全部都是我的人 怎么和我逗 对啊到底要怎么逗啊 好啦那说到这边呢 大家应该就会知道哦 为什么这些艺人敢这样子搞的原因了吧 反正呢这种事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哦 我觉得嗯可能厂商们哦也应该知道哦在某些地方做生意 他的风险就是会比较高嘛 所以在做生意之前哦也应该把这些风险考虑进去哦 再想想说这门生意是不是值得咯 另外呢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哦是台湾人哦对艺人这部分的言行就显得好像比较尊重哦 不管艺人有没有表态或者是表态了什么内容啊好像都没有太大的感觉哦 那有人会觉得说哎这个是台湾人尊重言论自由的表现 那有的人呢反而会觉得说哎台湾人这样子真的是太没骨气了哦 那不知道大家呢对于这一点又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咯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 想知道更多的法律知识别忘了订阅影哲律师YouTube频道 以及追踪我的IG和我的脸书粉丝按赞 那这几影片呢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也会被黄标哦 所以呢希望喜欢看影哲律师频道的人哦 也可以多做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支持影哲律师可以制作更多有质感的影片 好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啦拜拜